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提醒一下粉丝朋友 因为LINE AD的收费即将要提高 那么粉丝朋友一定要记得搬家 还有好多粉丝朋友还没有搬到Telegram里面 那么公开讯息漏掉了 那么宝贵的趋势讯号漏掉了 这就很危险 很可惜了 所以请LINE AD的粉丝朋友还没有加入老师Telegram的朋友 记得要赶快搬家 老师Telegram的网址就在这里 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Telegram 欢迎您在后台留言 我们的助理人员会协助您 那么老师的节目特色是什么呢 每个月的月底会来预告下个月一整个月的盘势 请注意是一整个月 每个周的节目呢 只播出三次 所以呢 这个新朋友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老师YouTube 节目每周播出三次 那么看情况 偶尔还是会增加一下这个次数 帮大家多讲一点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老师YouTube 才能够随时接到老师最新的讯息 那么这个月到了昨天3月6号下跌了193点 波浪的讯号 波段的讯号是定义在哪里呢 盘整区已经从空方进入到了盘整区 OK 好 这一段期间里面 那么是在老师预告的这个上个月月底 上个月农历月底啦 上个月的农历月底 那么老师预告的农历二月叫什么呢 农历二月 那就是接近了大部分的国历三月啊 叫做天良 风凶化吉 备偿艰辛啊 充满了不顺又充满了拖延啊 老师还给大家一首七言绝句 把这个月的盘势全部都写在这个七言绝句里面 所有的细节哦 来 我们一趟一趟来看 3月6号呢 是下跌了193点 波段的讯号定义是在盘整区里面 那么话说 从老师在二月二十一号给大家预告的 三月天良 逢凶化吉 对不对 备偿艰辛 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个月啊 会逢凶化吉的啦 但是很辛苦 备偿艰辛啊 那么这个 在二月二十一号 二月二十一号 老师已经在粉丝团 在Telegram的粉丝团说了 我们二月份才刚刚经过的那一个 惊心动魄的什么 夺魂巨 对不对 二月破军夺魂巨 那三月有比较轻松吗 没有啦 那二月二十一号 已经到Telegram里面提醒大家咯 这一天已经在这个Telegram里面提醒大家咯 我们要迎接的这个天良月 齐盘里车无伦 马无疆 教生将军要提防提防 怎么个提防法 那么在老师二月二十一号给大家预告的 这段期间是从二月二十四号到三月二十三号 这段期间叫做天良 逢凶化吉备偿艰辛啊 那还给大家这首诗 七元绝句 逢凶化吉莫过席 一波未平一波起 免礼长征何所事 天罗地网交之礼 大家一定在二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想象不到 对不对 那么但是老师在二月二十一号开始 那就告诉大家 既然叫做逢凶化吉备偿艰辛啊 那我们要先知道凶从哪里来 对不对 那么已经在二月二十一号提醒大家了 那时候是美国股市二十一周转折大震荡的开始 二十一周转折 不是一级地震 不是二级地震 那是五级地震以上 对不对 加上二月二十一号 也跟大家分析过 这外资期货呢 在高档居然怎么样 短短几天之内 外资期货的未平昌量 减了两万多口啊 这中间加上了这个美股二十一周转折 必然有鬼 对不对 所以凶从何来 为什么会逢凶化吉备偿艰辛 老师在二月二十一号 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已经在Telegram里面 告诉我们粉丝朋友 也在节目里面 预告给我们的粉丝朋友 好 那结果在美国这个二十一周转折之后 第一第一段 大家看到什么 哇道琼大跌千点 对不对 对不对 道琼大跌千点 不得了啊 你多久没有看到 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吧 道琼大跌千点也就算了 台股居然在二月二十五号那天 还能够小涨五点啊 风凶化吉 嘿嘿 不要忘记老师跟大家说的这句 七言绝句 第一句叫什么 风凶化吉莫过喜 这首七言绝句里面 已经把这个月里面啊 你在未来 在二月二十一号的未来 包含到今天为止 我们要遭遇的凡事 都已经写在这七言绝句里面了 风凶化吉 刚开始风凶化吉 你可以高兴的太早吗 不行 风凶化吉莫过喜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老师在诗里面写了 一波未平一波起啊 所以一波未平一波起 看到第一次风凶化吉 不要高兴太早了 后面还有呢 来 风凶化吉莫过喜 那后来呢 哪想得到 道琼跌一千点 已经没有看过了 很多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说 哇 从来都没有看过 我告诉你 年轻朋友 你可能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其实包含我在内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算得了什么 短短几十年而已 历史有多长 没有看过的事 太多了 一切都在天机预告里 道琼跌了一千点 够了吗 不够 最后道琼跌了多少 四千点 哇 四千点 老师受不了了 那老师不是跟你说了吗 二十一周转折 绝对是一个五级以上的大地震嘛 可是台股第一次 逢凶化吉 不要太高兴 对不对 一波未平 一波起 是不是 到了三月二号 这一天啊 稍微下影线 还跌了一百二十一点 那么跟上一次 第一次二月二十五号 逢凶化吉的时候 老师在诗里面 七年绝句里面 已经提醒了 不要高兴太早 第一次看到逢凶化吉 不要高兴太早 果然后面还有福兵啊 一波未平一波起 一波起 再杀了多少 四百九十一点 对不对 好了 那第二句呢 第二句呢 到了二月二十八号 那么美国股市总算只跌了 对不对 二二八假期 我们总算 这个美国股市总算看到一根下影线的红棒 对不对 那么老师在二月二十九号节目跟大家讲什么呢 哎 台股终于有机会逢凶化吉了吗 我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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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么 但是什么 不要忘记 逢凶化吉莫过喜 一波未平一波起啊 在二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 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这所有的细节 那请问第三句叫什么 免礼藏针何所事 免礼藏针何所事啊 什么意思 第二天 这个还是老师在二二九的节目 给大家提醒 第二天你就会看到这一根针出现 3月二号 就在老师二月二十九号给大家预告完了 还提醒大家哦 接下来还有这两句 免礼藏针何所事 天罗地网交织里 好 到了3月二号 免礼藏针出现了没有 出现了 这根针代表什么意思 这根十字线 这根针呢 又是一根针 代表什么意思 当天所有的国际股市全部收红啊 只有台股 很多朋友在这一天 二月二十九啊 而且已经在问老师 那美股开梯走高了 那台股会不会收红呢 会不会收红呢 老师已经在诗里面告诉你了 免礼藏针嘛 那不是出现了一根针吗 对不对 好了 那免礼藏针何所事 对不对 免礼藏针何所事啊 下面那一句叫什么 天罗帝王交之理 什么意思 当我们看到了这一根十字K线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有了想象 哇 要V字反转 要大V字反转了吗 No 诗里面已经告诉你 七言绝句 最后一句 天罗帝王交之理 想得美 对不对 既然天良月逢凶化吉 背肠尖心 哇 再送到就好了 对不对 老师也不用在月初 还要写七言绝句了 OK 所以 真出现 它是出现了 但是有没有V字反转 有没有V字反转 在3月4号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 大韩当天是上涨35点 空方趋势 老师写了 当天尚未改变 还没有 还没有 他这个免礼长征 头两天 力道还不太够 到了第三天 力道就来了 那么3月4号这一天 3月4号这一天 老师也给大家提醒了 已经进入这七言绝句里面 最后一句 天罗帝王交之理 天罗帝王交之理 什么意思 到了3月5号 这个3月4号预告了 对不对 3月5号没有节目了 老师节目每周只有136 135 但是 粉丝团里面 还是 在telegram里面 只有在telegram里面 会跟大家说了 这个讯号 怎么样 已经确认 空方突破 转为 转为多方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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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方讯号 只是突破 转为什么 盘整讯号而已 那是什么 天罗帝王 对不对 是不是在天罗帝王交之理呢 进入了盘整讯号区 还不能直接上空啊 我还要经过一个什么 天罗帝王交之理啊 那请问大家 从这一根针出现 V字反转了吗 没有 对不对 那么到最后呢 这几天经过了一个什么盘势呢 我先突破了 空方讯号 然后开始进入了一个什么 横盘大震荡 那又进入了一个横盘震荡 天罗帝王交之理 到了礼拜六 清晨 美国股市开低略微 怎么样 走高 不过还是收跌 纳斯达克跌了162点 道琼呢 跌了256 废城半导体跌了34点 不过全部都是怎么样 开低走高 台子旗呢 下跌了44点 电子盘下跌了44点 看着收盘好像还好啦 但是呢 电子盘就很恐怖了 对不对 台子旗的电子盘最低刷到哪里 11225 对不起 11120 最低点收在11120 收盘的时候是收在11225 哇靠 光是电子盘 我就可以刷你100多点 我看你怎么逃 强短多的 我看你怎么逃 对不对 那所以说 逢凤凶化吉 这个过程里面 从第一句的 老师跟大家讲的 这第一句的 逢凶化吉莫过喜 一波未平一波起 免礼长征何所事 那么天罗帝王交之礼 这首诗 这个七言绝句 我在2月21 22 那个是周末啦 给大家预告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样 很难想象 但是事先规划 事后验证 怎么去验证 一个月一个月 这个每周 你就验证了这每一句 逢凶化吉莫过喜 一波未平一波起 免礼长征何所事 我们就在 从2月21号 预告的3月天凉 逢凶化吉备偿艰辛之后 每一波都在验证老师给你的规划 验证老师给你的预告啊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 终究 还是跟过去 那12个月的预告一样 这是我们进入了第12个月的事先预告 那很多朋友当然觉得说 老师那下个月的紫微斗数是什么 对不对 很多朋友爱这样问 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紫微斗数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给大家多一点更详细的解说 更具体的说明 更具体的怎么样 预告哦 老师都是在月初就预告 这个每个月的月底啊 就在预告下一整个月的盘式 我把这个月的盘式 在传真稿里面 我是用画的 规划 老师 波浪事先规划 画在传真稿里面 那对粉丝朋友呢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用文字来预告 用七言绝句来预告 对不对 那这个天良月经过了这么 那么说实在也不长的时间啦 其实呢 从这个3月23号到现在 对不对 3月6号 那么这一整串以来 大家一定希望说能够事先 如果我们都事先知道 这些细节有多好 对不对 那问题是 老师在节目里面 有没有给粉丝朋友预告 预告啦 预告啦 这些现象有没有发生 发生啦 对不对 都已经验证到天罗帝王交织里了 那 这个波浪的细节 接下来怎么掌握啊 对不对 我们的 这个预告呢 在2019年 我们有过连续十个月的验证 都还在YouTube的历史 这个历史里面 大家都还可以拉去看 那么来到 今年2020年 好 2020年 这个1月份 还在老师给大家预告的 12月25 就给老师 老师就给大家预告的 1月份 那叫投机热钱火上加油 老师当时有没有提醒 要提防什么 贪而后失啊 要不要拉回去看 对 对 拉回去节目看 那到1月20号封关 我们整整好好都没事情 对 1月18号脸书 马上给大家预告了 为什么在上个月 我要提醒大家 投机热钱火上加油 提防贪而后失呢 绝对 绝对有我的道理 对 1月18号就给大家预告了 今年一整年 今年一整年都叫所谓的破均年 对不对 不合理的超乎预期的涨势 跌势 剧烈的双疤 不好意思 请不要再拿着过去 那每天10点20点的行情 来看待今年 你绝对 会被吓到半死 绝对会被吓到半死 1月18号就预告了 1月18号封关前就预告了 对不对 为什么 我刚刚说过了 我指挥斗书只是一个辅助说明了 真正要规划的 画在传真稿里面 对不对 那传真稿里面 已经在1月15号就就画好了 对其实在12月12号就画好 那只是在验证 当时要接下来要到哪一个阶段去而已 对不对 那2月21号为止 2月份有没有验证我们的这个破军呢 对不对 2月破军夺魂锯 大家还记得 对不对 2月破军夺魂锯啊 还记得吗 这根锯子有没有出现 出现了 对不对 到了这个2月21 再来预告 天2月 逢凶化吉 备偿艰辛 对不对 把这个细节全部都写在这七元绝句里面 正因为这个月特别的复杂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喜欢问说 老师那这个下个月的这个每个月都在等 对不对 老师下个月的这个紫围斗数预告是什么 对 但每个月的紫围斗数都都叫天良 每个月每个月都是怎么样 长得一模一样 当然不是嘛 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在2月21号预告这一次的天良 三月份的天良 还叫逢凶化吉 没有错 但是会备偿艰辛 我们4月6号去年的4月6号 老师也在脸书里面遇到过一个天良月 逢凶化吉世界第一名 记得不 逢凶化吉 对不对 4月6号预告天良月台股世界第一名 当时是世界第一名没有错 对不对 当时是世界第一名 大家可以回去看 那阵子台股全世界最强 对不对 9月25 去年的9月25 也遇过一个天良月 对不对 当时美股大跌 老师说什么 逢凶化吉 回光返照 对不对 会不会备偿艰辛呢 一点都没有 美股当时大跌 台股就拉了横盘一直线 最后再给你攻上去 但这个月不一样啊 对到三月天良 三月天良又不一样啊 农历二月的这个国立三月 这个天良不一样 逢凶化吉 备偿艰辛 为什么 在波浪规划里面 它就是不一样 在老师的传真稿里面 规划就不同于过去这两个天良 对不对 所以验证到现在 所以在月初才给大家这么多的警告 这么多的提醒 几乎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在这七言绝律里面 对 辛苦 很辛苦吗 那既然你知道这个月会这么辛苦 对 既然老师都已经预告了 老师当然已经事先规划 当然给会员一个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稳定的操作策略 半夜你要睡得好觉 不然光是昨天台子旗电子盘光是 那下影线就刷了100点 我请问你 啊 你要怎么抢反的 其实有没有看错 可能没有看错 但是你执行操作很难啊 对不对 even就算是外资啊 就算是外资期货 到了3月6号这一天 他又把他的多档给卖出去了 吓到吓死了 本来是连续两天买了4000多口 我到了礼拜五他又卖了6000多口 看了不对劲 连外资都中了天罗帝王 因为太难了 对不对 因为会备偿艰辛嘛 连外资期货都会备偿艰辛巴来巴去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操作上面 既然老师给大家这个事先预告 自然也在传真稿里面事先规划 那自然在操作上 在抠讯的讯息里面 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安全稳定的操作策略 对不对 所以呢 在免礼长征的时候 对不对 先来一个当冲 当时1W 第一周的113的call 那也从35点涨到95点 当天就当冲走 对不对 免礼长征嘛 破断的 好 也有个11700的call 在35点 对不对 50点附近 把成本回收 剩下的部位 你又不怕赔钱 你就让他挣吧 适当的时机 传真稿规划的时机 那我就还可以加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这个 破军年老师跟大家讲过 这个 1月18号的脸书 已经跟大家预告过 你这一辈子没有看过的行情 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 你这辈子 所以你进入股市到现在 你都没有看过的行情 今年你要注意了 今年你要注意了 好不好 这个破军年是一个什么 超级 超级剧烈的震荡双方 你想想看 从 这个 开红盘开始 那个破军夺魂剧 2月破军夺魂剧 开始到今天 到礼拜六 礼拜五对不起 礼拜六没开盘 应该说礼拜六还有电子盘 几乎是24小时 每天24小时里面 都是充满了这些什么 超乎你预期的涨势跌势 美国股市那一反弹也是千点啊 什么时候预告 1月18号已经这样告诉你 朋友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当然我们看得到现在盘面很多分析师 大家也比较注意这两类分析师 第一种 要上宫一万三 要上宫一万二 第二种 喊着现在就要崩盘 大家都注意这两种 但是盘面有没有细节呢 有没有魔鬼细节呢 对不对 有没有魔鬼细节呢 那魔鬼细节 老师是不是在 2月21号 已经用了七言绝句给大家预告了呢 那有没有在验证呢 对不对 那你说七言绝句 老师 有些年轻朋友说 老师我国文不太好 老师也慢慢 也就没有办法 我就慢慢解释给你听嘛 但是最直接最快的 当然是掌握老师的什么 传真稿嘛 对不对 老师用规划用画的给你看 你就清楚了嘛 破军年还有一团拉固 这才刚开始到第一个月 又一个两个礼拜 破军年老师在脸书 已经跟你讲过了 疾病的问题不会停歇 不会停歇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有时候这个好了 又出现新的 武汉肺炎的问题 还有破军年的经济问题 受到了这武汉肺炎 受到了新冠状肺炎 影响多大 那为什么 股市却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破军年的经济 破军年的军事 还有军事问题 这个都还在长线的破浪规划里面嘛 所以 我希望大家了解 OK 指挥斗数 比起过去这个破浪的规划 当然 这个是增加了在里面的 像以前 比如说2011年2月22号 在当时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来验证这个规划 那我直接用画的 很清楚 很清楚 直接验证 对不对 一整年直接验证 这样规划很清楚 那传真稿里面 现在就画这些东西 就画这些东西 这个还到2011年 当年年底 对 狼氏规划最后一季 狼氏规划 所以 这个朋友们啊 如果 在今年这个破均年里面 已经走了一个多月 我相信很多朋友 不论是做多的 做空的 期货也好 个股也好 可能 除了 杖恶金刚摸不着头脑之外 更被盘面这种剧烈的震荡 也就是老师在1月18号 给大家预告的这个破均年里面 这已经笑到不知所以 因为我很多粉丝朋友 在LineAd的后台有时候跟我聊聊天 老师啊 这个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种盘式 吓死人了 对不对 不要怕 这种盘式 你更需要 更需要 一个经验之深的 事先规划事后验证 已经在全台验证20多年的3D波浪 来帮你事先规划 来看到传真稿 掌握这些魔鬼细节 事先规划事后验证20多年全台见证 波浪先生陈伟成还是您唯一的选择 三月天凉还没过 那么我们还在那个七言绝句最后一句的天罗帝王里面 天罗帝王那是最后一句啦 最后一句之后 要经过什么过程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结果 电话拨通 02-8773-8859 02-8773-8859 周末请记得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省得每过一天 现在老师的节目一周只有三天 常常在每过一天 这个行情就让大家惊吓不已 所以不需要这个样子 事先掌握老师的波浪规划 那么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些魔鬼细节 今天节目就暂时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咯 电话记得拨通 或者是在LINE AD粉丝团留下您的电话 我们的助理人员会跟您联络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会